讲到呢 我要特别讲到一个题目叫做成熟基督徒的生命特质 成熟基督徒的生命特质 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宣教士的 我们也了解只有少数人 是被神呼召出来全职来服侍 在他一生当中 他就把工作放下来 他全心全意的来教会里面服侍 但是不是宣教士 是不是传道人就比较属灵呢 是不是宣教士传道人比较会服侍呢 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才能够做宣教士的传道人呢 不是的 不是的 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个新约当中不太有名的人 可能你不太知道他 他的名字几乎没有人知道 可是他的外号却大大的有名 他就是带领保罗出来服侍 后来却受保罗所引导的立卫人约瑟 认识立卫人约瑟的请举手 知道他是谁的 知道谁是立卫人约瑟的请举手 OK 我放下 我的眼目索及怎么就两个人举手啊 可见你们都不认识这个人 对不对 立卫人约瑟是谁呢 可是如果讲他的外号你们就都知道了 他的外号叫做巴拿巴 知道这个人吧 哦 原来他的名字你不知道 他的外号你知道 这个人他的外号比他的名字更被人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有个特质 就是他特别会安慰人 特别会劝勉人 特别会带领人 所以他的外号就比较有名 人家称他为巴拿巴 巴拿巴 这个人是一个默默服侍的人 如果你不是仔细看 你不会知道原来这个人的服侍这么有果效 我今天早上要从这个人的生命特质 值得我们学习的部分 来看到一个怎么样在上帝面前 可以说相对于其他人是一个小人物的人 他可以怎么样的来服侍主 他怎么样的表现出他成熟的生命特质 那请我们先来读圣经 使徒行传十一章 二十节 二十二节到三十节 讲义的背后就有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 你不知道我们有奖励 请拿出奖励来 背后面就有 十一章二十二到三十节 那今天所有读圣经 你们都读双述节 我都读三述节 这样可以吗 所以二十二节是应该会众来念的 对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二节到三十节 请弟兄姐妹来念 预备请 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 劝勉众人 必定心智 恒久靠主 他又往大处去找扫罗 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 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 于是门徒定意照个人的力量捐钱 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 那请你们再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二十二节 请 好 那这两段的圣经 我要讲一个从巴拿巴身上所看到的 一个成熟基督徒的生命特质 第一 我们能不能看到的 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特质 有一项就是对于受托任务 能信实有效的达成 那请你拿出笔来 受托任务 受托任务 哎呀 我看到我们几个弟兄姐妹到现在还没带笔来 我们推动这件事情已经好几年了 请你要带笔来 不过我当中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记忆力特别好 我讲完你就记得了 那你可以不要带笔来 我在路上分到你 我会请教你 我讲的是什么 你一定要记得 你的记忆力这么好 第一个 一个成熟的特质是对受托任务能信实有效的完成 从刚才读到这两段圣经 我们看到约瑟就是称为巴拿巴的这个人 是一个对于受托任务能信实有效完成的人 这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生命特质的表现 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二节这边记载一件事情 就是巴拿巴受托去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去了解福音在安提阿 在基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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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传扬的状况 他显然受到使徒们的信赖 因为这些使徒们委托他一件事情 派他们派他到安提阿 基比赛那边去看那边福音传扬的状况怎么样 又回来报告 耶路撒冷的同工 那这一次他显然做得很好 门徒们非常满意 因为不久以后 刚才圣经所写的 不久以后 犹太发生饥荒的时候 安提阿说 哎呀我们要找人 把我们的钱送到那边去 给住给犹太的弟兄们的时候 他们就说巴拿巴是最佳的人选 我们把巴拿巴找来 那我们把钱拿他带去 你知道现在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现在要把钱送到任何地方去 我们只要跟他要了银行的号码 我们是不是在电话里面就转账了 对不对 电话打完了 钱就从这边送到东欧的国家去了 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 打电话就可以了 最差我们到银行去做一做就可以了 可是当时不是 当时把钱送来以后 他们要整理好 然后把那个钱就送到那个地方去 这个很不容易 他们要找一个非常非常可靠的人 他们找谁呢 找巴拿巴 因为巴拿巴是最佳的人选 以后我们刚才读到 使徒寻书第十五章 十五章是什么事情呢 原来当时耶路撒冷 开了一个大会 什么会呢 因为当时福音刚刚传开 有很多人对于福音的看法不太一样 以后使徒们聚集在路上了 他们开会做决定 决定好了以后 有一些神学问题 有一些需要解释的问题 有一些需要各地遵守的一些要求 一些规条 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就派巴拿巴去传递这个消息 圣经上的十五章 使徒寻书第十五章这边说 拣选谁呢 拣选保罗和巴拿巴 往安提阿去 那这些人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他们去的时候呢 他们是传递一个神学的概念 他们不能讲错话的 他们可能讲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可是他们当地的人 一定会让他们解释说 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非常简单的论述 我们不知道详细的内容 所以他们派去的人 要非常清楚知道 那个内容是什么 所以从这些记录看起来 约瑟巴拿巴实在是一个能信实 有效完成受托任务的人 亲爱弟兄姐妹 一个基督徒 无论你是大名鼎鼎人尽皆知 或者你说 哎呀我这个小人物 我这个小基督徒 我很多事情不了解 我淹没在人群当中 都应该有一个生命的特质 就是对受托任务 能够信实有效的完成 我们所讲的并不是教会的事情而已 还包括你在家里面的事情 还包括你在工作上的岗位 一个基督徒生命成熟的特质是 能够完成受托任务 当我们看到彼得 服侍主致死忠心 连砍头都不怕 我们说他是主的大使徒嘛 主耶稣从开始就培养他 他当然能够这样 如果我们说保罗 保罗大有学问 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他在各处传扬福音 我们认为理所当然嘛 他们都是主所重用的人 可是相对于他们 这个约瑟巴拿巴 在圣灵中只是短短出现 一个时期的人 事实上很稀奇的让我们看到 使徒们对他为以重任 他不仅能够去了解福音状况 回来能够忠实的传述 他也能够带一大笔的钱 经过这么远的旅程到那边 交给对方 他还能够代表使徒们 去解释 新有的决定和规条 你就知道 我们有理由相信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标记 其中一项 就是能够有效完成 受托任务 不管你是大事好 不管你是小事好 不管是你家里的事工作的事服事上的事 你可以一开始不接受那个托付 你可以一开始说我没有办法承担这个责任 你可以说一开始你说 对不起我时间不够我不做 可是一旦我们接受了 我们应当学习信实而有效完成 受托的任务 因为主耶稣也是这样 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来到地上传扬福音 他自己要传扬福音的时候 圣经上说他走遍各城各乡 那走遍这个词 在两年前我跟大家解释过 走遍各城各乡的意思 它不是一个形容词 不是描发很辛苦 乃是一个叙述 是一个事实的叙述 就是他叙述 他是一个城 一个城 一个乡 一个乡 一个村 一个村的进去传福音 这是描述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 他为众人担当过犯 他就上十字架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主耶稣的表现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我们也应该是这样 我这次到北欧就看贾利君夫妇 我也感觉他们是这样的人 他们吃得非常的简单 他们生活很单纯 他们生活没有什么起伏的 没有什么起伏的 我相信很少人能够这样子的 因为他们受托 他们受托什么 他们受托在固定的区域 要完成神所给他们的任务 所以他在那边 他们有很多的抱怨 他就默默地做那一些 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在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 有一个信实 信实就是这个特质 信实不只是讲话 守信用 信实是能够把受托的任务 有效地完成 事实上在各种困境当中 能够坚持下去 以信实完成任务的人 可以学习到坚忍 可以学习到仰望 可以学习到在各样的困难当中 你可以寻找到上帝给你智慧 去找到最好的方法 但是对一个受托任务轻易放弃的人 将很可惜的找不到最后的答案 因为许多的事情 必须你坚持再坚持 忍耐再忍耐 你才可以看到开花跟结果 如果你不坚持 很多的事情 你到一半你就放弃了 你就知道你的底线到这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从巴拿巴的事实上 我们看到一个成熟 经历度的生命特质 那就是对于受托的任务 能够信实有效地完成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答应别人这件事情 上帝一定给你力量 让你可以完成 因为你已经说出去了 因为你已经答应别人了 你可以到上帝面前说 怎么办 求你给我力量 上帝会给你力量 我鼓励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们 请你在上帝的面前 学习一件事情 就是对于受托的任务 信实有效地完成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 巴拿巴所表现出来的 一个生命的特质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特质是什么呢 请我们先拿出讲义来 先写下来 第二个特质就是 对弱势的人 能够适时适切地照顾 弱势的人 对于弱势的人 能够适时适切地照顾 那么这个弱势 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等一下我慢慢解释 巴拿巴最被人津津乐道的 就是这个特质 难怪他的名字 叫做巴拿巴 他对弱势的人 总能够适时适切地照顾 为什么这样讲呢 请我们来读 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九章 二十六到二十八 二十六节是双述节 请你们来读 九章二十六节 请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领去见使徒 把他在路上 怎么看见主 主怎么向他说话 他在大马社 怎么奉耶稣的名 放胆传道 都述说出来 在这段当中 巴拿巴在没有人敢接待 扫罗的情况之下 大胆地接待他 这里提到 说二十六节说 说他想与门徒结交 他们却都怕他 不相信他是门徒 巴拿巴接待保罗 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说 对保罗的一生 有重大的影响 我们甚至可以说 巴拿巴对于基督教的历史 有绝对的贡献 绝对的贡献 因为如果不是保罗被接纳 因为如果不是保罗被栽培 如果保罗没有成为福音的使者 如果保罗没有被当时的人 看为是一个宝贵的人 那么保罗就不可能写下 这么多的书信 保罗今天也不会成为 我们这么多人的帮助 如果保罗没有像圣经 后来发展成这样 那么今天的使徒行传后半段 可能第十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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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就不必有了 因为到第九章第十章就差不多结束了 如果是这样 新约圣经最少会少十三卷 十三卷 难怪约瑟会有巴拿巴这个名号 他在一般的人不敢接纳保罗的时候 接纳保罗 他们不敢相信保罗的时候 他就率先接纳保罗 相信保罗 巴拿巴有个信念 如果你看他 他有一个信念 就是相信人有潜能 是需要被发挥出来的 潜能这个词有被一些人弄坏 就是他有一些潜在的特质 他有一些人说还没有发现的 可是已经端倪看见了 你看到这个人可能有这个特质 我常常跟弟兄姐妹们说 你们交男女朋友的时候 不要看他的实力 要看他的潜力 听得懂吗 有实力的人不见得有潜力 有潜力的人现在实力不一定好 不一定好 保罗就是一个一开始有潜力 跟实力看不出来的人 所以你们敢接纳他 尤其他当时又不逼迫我们 我们怎么敢相信他呢 巴拿巴相信人可以做到 他有许多许多现在虽然没有做出来的 可是他将来能够做到的 他不等人有提出足够的证明 他就肯相信他 他就肯信任他 这个对于那个被信任的人 非常非常重要 我想保罗刚刚出来的时候 对自己还没有信心 因为他原先是个逼迫神的人 虽然很清楚神给他的引导 可是当他到了耶稣上的时候 他要去结交许多门徒 不得其门而入啊 每一个人都说不要见我 不要见我 你不要来 每一个人都怕他 每一个人都躲他 他现在已经相信基督了 但是毕竟服侍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服侍也好 工作也好 甚至你做一个妈妈也好 做一个爸爸也好 如果没有别人鼓励 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你知道妈妈没有天生的 好的干部没有不是 没有是天生的 好的童工没有 没有是天生的 对我很大的影响 巴拿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不仅对保罗如此 他对别人也这样子 如果他只是对保罗这样 那是他会掩饰英雄 不是对弱势的人 事实事切的照顾 对不对 但是他对别人也这个样子 不然他的名字不叫巴拿巴 是不是 你说 那怎么证明呢 我再证明一个人 证明上让我们看见这个人 使徒行传十五章 三十五到三十九节 现在换我先念了 使徒行传十五章 三十五到三十九节 三十五节 但保罗和巴拿巴 仍住在安提亚 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 传组的道 巴拿巴有一代 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于是二人起了争论 甚至彼此分开 巴拿巴带着马可 坐船往居比路去 在这边也提到 巴拿巴的确是对弱势的人 能够适时 适切的照顾 这一次 他的看法跟保罗不一样 保罗所看到的是马可的缺点 不愿意跟他同工 可是巴拿巴却希望 再给马可一个机会 为此 巴拿巴不惜跟保罗分开 不惜跟保罗分开 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保罗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 他看事情可能看得非常的广 他说我们带他去拖累我们 因为我们这一次回去兼顾 就这样 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大家要分开来做 一人做一块 然后我们又合在一起往前走 所以他不肯带马可去 因为马可可能偷懒 我们不知道 马可可能软弱跌倒 我们不知道 马可可能犯罪 我们不知道 马可有一些事情 让保罗不能接受 后来保罗就不愿意带他 不愿意带他去 可是巴拿巴说 我们要带他去 以后两个人因为这样 意见不可就分开了 事实证明最后是谁对啊 巴拿巴是对的 巴拿巴是对的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读的马可福音 就是这个人写的 你知道吗 搞了半年 这个人写马可福音 而且这个人到保罗 到晚年的时候写信的时候 他特别称赞马可 同一个人 所以保罗后来也承认 马可变成一个 可以被接纳的人 如果当时因为马可 软弱就放弃他 那马可一定一蹶不振 没有办法成为气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于这个原则 对我个人有很大的影响 对我个人有很大的影响 一个人成熟不成熟 这个原则能够作为 判断的标准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一个成熟的主的门徒 他一定能够体会 接纳弱势的人 这个弱势的人 可能是一直是很弱势的 也有可能是 他是有个展露头角的机会 也我们已经看到端倪了 我们肯不肯花时间 我们肯不肯花时间 我相信我们越认识神 我相信我们越服侍越多 我们就越觉得 这个原则的重要性 一个同工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 不太可能很成熟的 一个基督徒刚刚出来的时候 他不太可能很成熟的 一个人刚刚从事 一个新的服侍的时候 他不太可能很成熟的 可是我们一定要给他机会 要给他机会 你不给他机会 你怎么知道他能不能够做呢 我相信 我相信 你在神的面前领受 你看畅的一个人 你为他祷告 然后你扶持他 你帮助他 他会越来越好 没有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传道人 就是成熟的 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这种人 没有这种人 当然了 你看到他们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 总是用鼻孔看你 因为刚刚从神学院毕业 你不要怪他 他的眼睛都长在这里了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 因为第一年的时候 觉得很谦卑 进到学校里面 都是老师 都是学长 头低低的 第二年就 第一年进去 过不久开始学到一些神学的认识 就开始抬起头来 挺起胸膛来 神学院老师也告诉你说 好好地做 将来到教会里面去 完成神的大使命 所以反而越来越挺 对不对 头就越抬越高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 只仰望主 从来不看人了 所以进到教会来 你会感觉他很不成熟的 很正常 一方面 我们每一个人服侍人都是这样 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 一方面我们要给别人机会 如果他是这样 给他一点机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没有一个刚刚接服侍的同工 一直就做得很好的 不会这样的 我们不必这样期待他 我们要给他机会 我们不必要这样子要求他 我们应该陪他 我们对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我鼓励就你们多去服侍 很多人都说我不会服侍 我知道你不会服侍 所以你到现在还没服侍 那你为什么不做做看呢 当同工邀请人 你说我不会 是你一定不会的 你做做看 这一个特质 这个特质就是 能够去接纳 能够照顾 能够适时世界 照顾那个弱势的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其实巴拿巴对弱势的人的照顾 也是相信神的一个表现 对不对 他总是相信人虽有不足 但神是充足的 他总相信人初期看不出来 但假以时日 他总是可以成长成熟的 所以在人还没有显出能力之前 信任和照顾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早年 我现在已经到过 除了非洲以外 大概我都到过那天 像讲到了 可是我起初怎么去的呢 都是人家介绍的 人家介绍我到美国去 人家介绍我到欧洲去 人家介绍我到澳洲去 人家介绍我到东南亚去 我去的时候 我都是打着别人的名号去的 那谁认得你呀 我在台湾也是这样子 我常常出去讲道的时候 是别人帮我联络的 或者是长辈他们 说要让我有机会 就跟他对方说 你这次请我我真的不行 不过我们叫一个年轻的童工 讲到还可以 你们能不能请他 他们就好请他 所以我就去了 我常常去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 我到门口 他们就说 请问你是新来的吗 我就说 是我是第一次来 我是今天的讲员 他们就从头把我看到脚 又从脚把我看到头 然后不敢相信说 你就是要来讲道的那一个人 所以我很高兴 我头发越来越少 因为至少证明 我上了年纪了 看头发会比以为 我比我 看头发会觉得 我比我实际的年龄 要大一点点 我希望我头发掉多一点点 免得别人看清我 可是我怎么出的去讲道呢 是因为别人介绍 是因为别人带领 否则根本没有机会的 否则根本 根本都没有机会的 那这些都是别人 帮助我带领我的过程 所以我这几年的教会里面 服侍的时候 我一直让狠心的同工承担责任 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 他不是不能做 是没有人鼓励他 是没有人支持他 是没有人让他有机会 教会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今天教会只做了 所有该做的事情的几分之一而已 就算是我们教会有确定那个方向 有些是我们不做的 就算我们就会确定那个方向 我们还有一大部分没有做 我们就是所有同工都起来承担责任 每一个都做一块 我们还做不完 我们都应该起来承担责任 所以我们对于一个刚刚服侍的人 对你自己不要有非常大的苛责 我们对于一个新出来的同工 我们也要鼓励他 让他有机会 我们应该效法巴拿巴 因为这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生命特质 第三 巴拿巴最令人呈现的还不只是这样 一方面他有世人之名 他对于一个还没有展露头角的人 他能够相信他 他敢启用他 对弱势的人能够适时适时的照顾 他还有一个特质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那就是对自己定位 能清楚明确的认识 请你写下来 对自己定位 能够有清楚和明确的认识 巴拿巴是一个立位人 他成名很早很早 在教会初期 彼得他们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的时候呢 巴拿巴就是一个知名人物 就是一个知名人物 当时许多人把田产家业卖了 然后带到使徒的脚前 跟他们说我们凡务公用 唯一被记载名字说 有一个人也这么做 是巴拿巴 巴拿巴的名字被记载下来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那很可能他是当中最有钱的人 他是田产家业甚多 所以他们举例说 连这个人都把他田产家业卖了拿出来 那也有可能是 他对团体跟福音有很多的贡献 所以他们把他名字记下来 也有可能他当时已经大有名气了 他的财产虽然不是最多 可是这个人是大家都知道的人 他也这样做 所以他们把他名字写下来 那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 使徒行传四章三六三七 使徒行传四章三六三七 那请你们先念三十六节 预备 请 他有田地也卖了 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这里提到他有田地也卖了 连他都这样做啊 他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那这种描述法很可能是 使徒看起来不应该承受这个东西 或者使徒是比他更不见经传的人 可是连这个人都做了 所以他在描述一个状况 这个时候他这样做的时候 他已经有巴拉巴这个外号了 可见他实在是一个乐善耗食的人 他当时已经有名气了 有名气了 那我们再来看再来看 使徒行传九章二六到二八 这个我们读过了 我们再读吧 二六到二八 二十六节请 唯有巴拉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 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 主怎么向他说话 他在大马社怎么奉耶稣的名 放胆传道 都诉说出来 那这一段是讲什么呢 这一段是我们刚才也说过 他引诫保罗给使徒们认识 他带领他们一段 巴拉巴带领保罗一段的时间 培养保罗 推荐保罗 所以保罗比巴拉巴 可以说是远远的落在后面 在起初的时候 巴拉巴是在使徒的面前 甚至使徒都说我们虽然是使徒 可是这个人早就成名 我们也敬重他 虽然这样的情况之下 巴拉巴带了保罗 保罗也被巴拉巴带领 到了一个地步 巴拉巴也推荐保罗 去做一些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你看第十一章三十节 在上面 十一章三十节 刚才我们读了第九章 现在看十一章 后来怎么样呢 三十节我们请大家来念 三十节一杯 他们就这样行 那这边说什么呢 这边说他们想把钱送到 住在犹太人那边弟兄去 派谁去呢 非常可能的情况是 我们刚才说过了 因为巴拉巴很有见证 他去外面传福音回来 他去外面探索福音的传扬状况 回来报告使徒们 使徒们觉得你报告得非常好 而且没有问题 所以当他们要捐钱到那边去的时候 他们说派谁去呢 派巴拉巴去 因为可能很有名望 讲话很守信用 所以我们派他去 派他去的时候呢 在三十节说 他们就这样行 把捐相托巴拉巴和扫罗 那合理的推论是 巴拉巴说 哎呀 这个 我一个人送去 我一个人送去也很好 当然会一起陪他去的 他说可是我希望呢 不要说我一个人送去 我要再另外一个人也列明 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也列明 谁呢 他是扫罗 他们刚刚认识他 他可以吗 他说没有问题的 这个人 我打包票他没有问题的 他叫扫罗 请把他的名字跟我的名字 列在那个公文里面 不要只说巴拉巴 要说巴拉巴和扫罗 这是很合理的推论 因为从那个年代看起来 扫罗还叫做扫罗 对不对 还不叫做保罗 所以巴拉巴有意带他 巴拉巴有意培养他 可能是 可能保罗是巴拉巴向使徒 推荐的人选 我讲这些的意思是 接下来讲 可是很稀奇的 到了使徒行徒13章以后 保罗开始展露头角了 保罗开始展露他的恩赐了 他的讲道的恩赐 以后出现保罗跟巴拉巴的时候 有时候巴拉巴在前面 保罗在后面 有的时候保罗怎么样 在前面 巴拉巴在后面 而且越往后面 保罗的排名就多在前面了 巴拉巴在后面了 到后来 保罗提到了 以后就保罗和我们 听得懂吗 巴拉巴变成门了 巴拉巴连名字都没有了 弟兄姐妹 这个很不容易 这个很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保罗有时候在前面 巴拉巴有时候在前面 这表示他们两个 已经到差不多了 一开始 巴拉巴远远地超过保罗 是我带大的 是我的孩子 我们常常 就是说 这是我的孩子 后来没想到 那个孩子 比他爸爸还有名 有没有 以后人家说 他的父因为子 而有名 这个当然做爸爸 都没有问题了 爸爸都希望这样 对不对 可是教会里面 在团体里面 大家都愿意这样吗 我告诉你 很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的 所以你就会听到 有些人说 想当年 如果不是我栽培他 你还在想当年 今年已经不是这样了 所以保罗跟巴拉巴 你会发现说 对保罗没有困难 可是对巴拉巴 却是很不容易 因为巴拉巴 比保罗成名早 他带领保罗出来 他栽培保罗 他一直培养他 可是保罗一旦出名 仍旧把他的名字 放在巴拉巴的前面 巴拉巴 却不以为意 这个很不容易 这不仅表示 巴拉巴很谦卑 他不怕别人 比他出名 他不怕别人 比他更被人家接纳 而且这个表现 跟态度 实在有自知之明 他对自己的定位 有清楚跟明白的认识 这个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要学习的 这是他的生命特质 一个基督徒 应该知道这件事情 他就有自知之明 他对于自我定位 有清楚明白的认识 我告诉各位 其实保罗是压不住的 如果你去研究保罗 他怎么可能被压住呢 他三十岁不到 大概三十岁左右 他就做了整个的议会 犹太人的议会的议员 当时就做了七十岁左右的议员 他才三十岁左右 就做了议员了 他是压不住的 他天生有魅力 又能讲 又能写 又爱主 又会组织团队 他斩肉头角 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对保罗而言 别人都没有问题 可是对巴拿巴 总是有困难 因为巴拿巴 是领他出来的 我不知道巴拿巴 有没有想过 我相信绝对没有 早知道就不要把你 带到死屋面前了 没想到你爬到我头上去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显出他的才华之后 巴拿巴仍然不嫉妒 愿意与保罗同工 等一下我继续讲下去 你就知道 巴拿巴比我们想象的 还要对自己的定位清楚 非常值得我们的笑话 是巴拿巴 他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 这个是一个成熟的 基督徒的生命特质 我们教会很看重这个原则 很看重这个原则 我早期出来服侍的时候 我就常常被人家这样的提醒 以后我自己做同工了 以后我也承担责任 我也常常跟同工们这样讲 我跟他们说 也是别人告诉我 不要怕别人服侍 比我们更出色 你要巴不得别人服侍 比我们更出色 你要注意这样子的人 不是注意要压住他 不要让他爬到我们前面去 对不对 政治上都是这样 选上了就准备卡位 有没有 选上了准备分配 就准备卡位 还没选就已经卡好了 我跟你讲 现在才卡得太晚 你听不懂吗 早都预备好了 可是在教会 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常常彼此提醒说 如果看到有人 比我更适合出来服侍 我们应该让他来做这个服侍 而不是我要一定要来做 我们让他来领导我们 因为我们是服侍主 不是表现自己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一起建造教会 我们不是为自己卡位 所以在整个的服饰上面 我们需要看到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特质 就是对于自己的定位 能够清楚和明确的认识 还有一件事情 更把巴拿巴自我定位 那种清楚表露无疑 就是《使徒行论》十五章 三十五到三十九节 刚才我们提过了 你看这段圣经 《使徒行论》十五章 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 我们刚才提到 这一段的内容是 保罗跟巴拿巴一马可而分开 对不对 我们刚才不是说吗 巴拿巴愿意乐意 在保罗的下面 可是他不是跟保罗分开了吗 这不是证明他嫉妒吗 不是 这一段很清楚地让我们看见 巴拿巴不是因为嫉妒 或者不满保罗的强势 而跟保罗分开 他纯粹只是因为 巴拿巴对自己的认识 而下的决定 巴拿巴非常清楚 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 他知道保罗语义以风 他已经独当一面 我在你的下面 我非常愿意跟你服侍 可是当他看到另外一个小弟兄 他没有办法被保罗带领 他可能跟保罗有一些 情况是格格不入的 因为保罗这时候 因为财高八斗 没有办法领略 那个有软弱的人 我们说马可可能是因为懒惰的人 马可可能是因为已经是做错了 马可可能他是犯罪软弱跌倒了 所以保罗说 我们这么多的工作 我们不能带着他 带着他我们很辛苦的 所以我们要往前走 就把马可留着吧 巴拿巴 巴拿巴知道他能够帮助马可 巴拿巴知道他早期照顾过保罗 保罗今天可以这个样子 他相信马可也一定能 他觉得马可实在 有可能是可造之才 他不想放弃他 巴拿巴仍然对自己的眼光 自己是一个劝慰 只有独到的把握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有自知之明 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而带马可走 你要知道 这件事情对保罗团队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保罗虽然现在是领袖 可是巴拿巴是带领的人 我相信保罗私底下一定经重巴拿巴 公开的场合 凡事必提到巴拿巴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么好的团队 可是现在造成一个紧张状况 是保罗带领的团队 巴拿巴说我要带人走 因为你不带这个人说我带人走 他们造成一个紧张 巴拿巴这个时候名气 没有靠保罗这么大 巴拿巴需要靠保罗的名气 但是巴拿巴因为自我定位很清楚 他知道他应当做什么 而不愿意放弃马可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生命特质 神在我们的身上 每一个人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每一个人给我们不同的性格 我们有些后天培养出来的性格 跟先天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应该如何善待 我们这个人的个人特质 我们怎么样用我们个人的恩赐 来服侍主 服侍人非常重要 如何不卑不亢的跟别人配搭 不过于强势 也不过于退缩 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生命的特质 当然 这个有赖于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学习 慢慢体会 慢慢捉摸 看看神在我们身上带领是什么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生命的特质 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我讲最后一个特质 最后一个特质 巴拿巴是对受托任务能够信实有效完成的人 巴拿巴对弱势的人能够事实世界的照顾 巴拿巴对自己的定位能够清楚明确的认识 但是我不可否认的 巴拿巴还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特质 就是他是一个清楚福音 基督福音的人 所以第四点请你写 对基督福音能正确放胆的传讲 对基督福音能正确放胆的传讲 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三章 七节四十三节四十六节 单数节我来念 双数节你们来念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七节四十三节四十六节 这人常和方伯 四求保罗同在 四求保罗是一个通达人 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 散会以后 犹太人和敬前敬犹太教的人 多有跟从保罗 巴拿巴的 二人对他们讲道 劝他们不要恒久在神的恩中 这三节圣经都清楚地记载 巴拿巴服侍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讲道 不仅保罗讲道 巴拿巴也讲道 不仅保罗受欢迎 巴拿巴也受欢迎 或许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讲道 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讲道 讲道是什么呢 讲道就是把神所让我们得着的 无论用什么一种方式 告诉别人说讲道 讲道有的时候用嘴巴讲 讲道更多的时候 是用身体讲 是用表现讲 是用生活讲 我常常跟利用姐妹说 我说不要听传道人的讲道 除非你看到他的生活 不要只听传道人讲道 要看他的表现 来看我这边 你问我对不对 我说对 你看到什么 你问我说这件事你觉得怎么样 你同意不同意 我说同意 你觉得我同意还不同意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很多的人 说我的儿女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很多教会的带领人说 我们的羊群为什么这样呢 答案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是看人 他们不是听到 很多父母告诉儿女说 不能说谎 可是呢 他常常说谎 所以儿女呢 学会说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教会里面有纷争 是因为带领人有纷争 国家也是这样 如果说族群会分裂 一定是上面的人先分裂 没有下面的人先分裂的 即使下面的人先分裂 上面的人合就合在一起了 教会也是这样 家庭也是这样 任何团体都是这样 所以是生命的问题 是生活的问题 是表现的问题 不是你讲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在这边保罗巴拉玛都能讲到 但你我对于基督福音 能不能够正确有效放展的传讲呢 这是我们表现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当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道德的宗教 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道德的宗教而已 我们的主对我们的要求 不只是我们守法 守信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而已 不是 不是 我们的生命乃是一个见证 这是关乎我们自己和别人永生的事 永生的事 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应当在他的言语 行为 爱心 信心上面 应该有一个表现 我们应该让我们周遭的人都知道 我们一样可以享受上帝的恩典 我们都可以享受基督的救恩 所以如何认识体验并传扬福音真道 是我们要追求的 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样式 如果你说 哎呀我完全不会讲 没有关系 因为也有人是基督徒是哑巴的嘛 对不对 他完全不会讲嘛 可是生活可以流露出见证出来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基督徒越来越成熟 我们的生命特质可以流露出来 好不好 请你现在想一想你自己 然后我们再把这四个 透过巴拿巴所表达出来的生命特质 我们再读一遍 然后我有一点点时间 给你们安静 有一点点的祷告 第一个 基督徒生命特质 如果从巴拿巴来看 是对什么 受托任务 能信实有效的完成 第二个是对什么 弱势的人能够 适时适切的照顾 第三是对什么 自己的定位 能够清楚明确的认识 第四个是对什么 基督福音能够正确放胆的传讲 有一点点时间给你祷告 好不好 一点点时间给你祷告 是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说活在你的里面真好 在你的里面有平安 在里面里面有稳妥 在里面里面有安息 可是我们盼望在这么一个很好的 你恩待我们 你爱我们的环境里面 让我们不是一直停留在 出生殷海的样式 我求你让我们一直长 让我们一直成熟 让我们对于别人托我们的那个任务 我们能够信实有效的完成 求主让我们看中你借着人 所托付我们的工作 包括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服饰 让我们对受托的任务 能够有效的完成 求主让我们的眼目 真的定静在你的身上 主让我们看到那些 需要被栽培的人 需要被带领的人 他是基督徒 我们应当这样做 即使他不是基督徒 也求你让我们用爱 来帮助他 来鼓励他 来支持他 在我们的工作岗位里面 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让我们做一个 能够对还没有表现出 正当样式的人 给他们适时适切的照顾 我更求主让我们 看到自己的需要 看到自己的软弱 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定位 非常清楚 我们应当在公司里面 应当在我们所在的地方 我们应该在我们 该表现的地方 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我们自己的定位 求你让我们清楚 让我们不做 不该我们做的事情 也求主让我们 应当坚守我们自己的岗位 特别我们在服饰里面 求你让我们看到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巴不得 所有人都比我们强 叫这个教会 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 有很大很大的好处 主我们更求你 我们的生命 一个成熟最好的表现 主就是我们的生命 流露出你的爱 流露出你的生命 流露出你的不卑不亢 流露出你的一切 愿意服侍人 服侍你的样式 谢谢主的恩典 我们巴不得你听我们祷告 因为弟兄什么都欠缺的 你都堵住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来楼